欢迎来到陕西美厨娘 咱今天做一个桥梅的面条 先和桥梅面 这个是水 这个水是港海的海水 所以这个桥梅面是要烫的 看我倒水 免汤免叫火 这个放到啥程度呢 就是搅到这里头 没有干面为止 边搅边看 不能倒得太洗了 这个白面 为了让这个面筋到 咱放了盐 先给它豁一下 然后把这桥梅放进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开始往里头豁 往一起开始燃点 先把它弄一下 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个面太软 所以先尽量把这个白面 往这个桥梅里头刺 刺完了以后 还有这干面杂拌呢 现在再开始放水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碱水堆到这个水里头 尽量往擀面上弄 第一步和面的重点 就是把这两个面 和到一起 看这差不多 都揉到一块了 看这一块面 它是有硬度的 所以你说 这个凉水到底放多少 就完全取决于 你一开始烫面的时候 你开碎弄了多少 弄好以后呢 不能马上干 咱今天手擀这个面 所以呢 稍微要醒一下 然后把它揉光 咱可以干 面你一定要杏 经过醒以后 它才筋到 这个时间是不能省 先压一下好感 我跟你讲 这个桥面 和一般的白面不太一样 干的时候呢 第一不要使那么大劲 第二呢 它擀的时候 你觉得它面 感觉有点炸顺 糟 放两边擀 不要压中间 拌边张 就亮点 这个面呢 不要擀太薄 这个我要 切的时候呢 放淀粉 不是放面粉 是放淀粉的 淀粉 我过去跟大家说的 第一个呢 就是不粘 第二个呢 就是面煮出来呢 就是容易成形 今天这个面 两个桥面 给大家离一下 啥叫离面 听说过没有 很多年没离了 希望今天不要咽杂了 折成丝棱子 看一下没有 切的面不太一样 看 切的面不太一样 没吧 看 面更厚 这是宽一点的 可以离更细的 没吧 看 没看 OK 我现在开始煮面 这个面熟的非常的快 这个是我要放面的盘 我先把调料放到里 这完全是姜油和粗 根据你自己的口味 OK 开始下面 你看这面 一下进去就飘起来 我跟你说 这个熟的非常的快 一般的面要 点多少次水 这个基本上是不用电税就熟了 这个基本上是不用电税就熟了 这滴开开了 旁边放个小碗 你可以尝一下 我这已经熟了 紧看 面捞出来了 我们要里头放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蒜末 葱花 这是辣子 这个油 不要太热 煤的哼 行了 为了提鲜 我放一点点鸡粉 搬一下 看 煤的哼 我跟你讲 这个面啊 就是劲道 我跟你说 荞麦面就是要和好 就是一开始这个烫面一定要烫好 要不烫好 你的后面就是姐姐吃 想看